为何 她的自己竟和九龄公主如此相像 陆大人 我看你有凶兆 你以为 我会相信你这些糊弄人的鬼话吗 她 从来没有入过大人的梦吧 她 是谁啊 你知道我在说谁 她便是你的兄赵 是吗 若是如此 也不必知道 甚好 怨念太重可不是什么好事啊 陆大人 你怨恨 你怨恨 你是说她怨恨我 确切的来讲是恨 我告诉你 恨之入骨的恨 我不知道你从哪儿听来的事情把这些编成了故事 但你说的每一个字 我都不会信 信与不信 信与不信 大人扶药事事便知 大人不妨等等 且看看我给你的药方 您可否想宣布 您愿意 再做到哪儿 您愿意 先生 您愿意 你愿意 金九龄 你很好 我记住你了 大人慢行 为何 她的自己竟和九龄公主如此想象 她还改了和公主同样的名字 她到底想干什么